如果你以为澳洲是一个高福利国家 以后可以靠政府的养老金来养老 那么现实的真相可能会让你大失所望 大家好,我是澳洲小帅 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华人移民对于澳洲养老金的一些误区 希望你能尽早地搞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常见的一些误区在哪里 这样你就有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养老计划 在视频的结尾 我还会给你一个超级的福利 所以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当我们说养老金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因为在澳洲其实有两种我们所谓的养老金 一种叫做superaneation 另外一种叫做age pension 那因为这两种养老金的存在的目的呢 显然都是为了养老 所以在中文上我们有时候就没有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区分 于是也就产生了很多的误解 superaneation也简称super 澳洲政府官方给的名称是退休公积金 很多人也把它叫做养老金或者养老基金 那么在这里为了更好的区分开来 我们把它称为个人养老金 我一会儿会去解释为什么我会把它称为个人养老金 age pension也简称pension 澳洲政府给的官号名称是长者福利金 这是很多人会说的可以领到的政府的养老金 那么在这里我会把它称作政府养老旧基金 这样的话呢会便于你去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 我待会儿也会去解释为什么我会把它称作为政府养老旧基金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super也就是个人养老金 它其实是绝大部分澳洲人退休以后首要的资金来源 那我之所以把它称为个人养老金 是因为这个是需要你个人和你的雇主来交的 如果你在公司上班再为雇主工作 那么每当你收到工资的时候 你的雇主就会把相应比例的一部分钱作为你的个人养老金 打到你指定的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 那目前的这个比例呢9%几不到10% 每年还在逐年的上涨 如果你是自己做生意的话属于自雇人士 那么你就需要记得给自己交养老金了 当然交不交呢是你自己的选择 个人养老金账户是第三方托管的 这些托管的机构都是澳洲合规的 可以管理养老基金的投资公司 会有专业的人员来帮你打理你的养老金账户里面的钱 而且因为这个养老金账户是你个人的 所以这里面的钱也都是你的 跟其他人无关 也跟政府无关 那虽然这里面的钱都是你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可以随意的去使用它 因为政府对它有一个很强的监管 它是希望你在退休以后老有所益 这也是为什么这笔钱必须交给第三方严格监管的养老基金公司来管理 他们会帮你来投资 除了雇主会打相应比例的资金以外 你自己也可以主动牺牲一部分的工资 让雇主把这一部分的工资 以养老金的形式发放给你 这样你就获得了额外的税务减免 从而加速了你个人养老金储蓄的速度 那是因为养老金账户有一个特别强的税务优势 像一般人的个人所得税的编辑税率 可能都会达到30%多 当你的个人收入超过18万澳币的时候 你的编辑税率就甚至超过了45% 也就是说你18万以上的收入 你每多挣100块钱就有差不多50块钱交给政府了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部分的钱 放入你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话 你这笔放进去的钱可能只要交15%的税 比如说你放进去100块钱 你只需要交15块钱的税 但是如果你把这100块钱收入自己的口袋的时候 你就差不多需要交50块钱的税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这个钱存入养老金账户的话 你就省下来差不多35澳币到你自己的口袋 虽然这笔钱你暂时用不到 但是它是实打实的你将来退休的一个资金保障 和你个人存款来为退休做准备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而且因为你不能随意地动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这笔钱 因此它不会被你乱花 所以也可能更好的保障你的退休生活 另外你自己如果有额外的税后储蓄 你也可以放到你的养老金里面 让他来帮你投资 当然了你一旦把钱放进了养老金以后 你就需要等到退休的年龄才能把这里面的钱拿出来 那你可能会好奇我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 我为什么要放进我的养老金账户里面去投资呢 那下一期我会更多地讲关于个人养老金的一些细节 今天这期我们想要主要来讨论一下 很多人认为了澳洲的福利养老金 也就是pension 我刚才说这个是政府养老救济金 那它到底是什么 是否好拿 以及你是否能够依靠它的养老呢 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政府养老救济金 是因为它的目的是保障老人的老年生活 让他们不至于老五所一 过得非常的惨 那这个养老救济金的历史 其实可以追溯到1889年 在德国通过的老年和残障保险法案 这是通过税务的一个征收 给年龄达到65岁以上的老人 提供一个养老的保障 解决老年人的贫困问题 当时也有诸多的限制条件 并且当时德国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要是能活到65岁以上 你就是个稀有品种了 那么政府给你点奖励 让纳税人把你养着 其实问题也不大 澳洲联邦政府也是在1908年 正式通过了养老救济金的法案 而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 则早在1900年的时候 就通过了自己的法案 给新州居住超过15年以上 年龄在60岁以上的低收入居民 提供养老救济金 当然这个还是有很多限制的 基本上只有澳洲白人的永久居民 当时才有资格领取 比如说澳洲的援助居民 或者亚洲人 当时是没有资格领取这个养老金的 即使这些援助民和亚洲人 当时也是澳洲的永久居民 而且那个时候 澳洲的人均寿命也不足55岁 也就是说 你要是那个时候能活到65岁 也不多见 政府拿纳税的钱 把你当个吉祥物一样的供起来 压力也不大 但随着养老金的普及 以及范围越来越广 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 现在是65岁以后 就可以领取政府的养老救济金 但是现在澳洲人均的寿命 已经达到了83岁多了 也就是说 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在退休以后 会让政府养17年 可能很多人一辈子 如果是兼职 或者从事家庭劳动的话 都没有总计工作 超过17年的全职工作时间 但是政府可能 却需要养它17年 甚至更久 所以澳洲政府 在这一块的财职亏空 也是越来越大 因此也导致了 对养老救济金的领取资格 越来越严格 而且年龄也从65岁 延迟到了现在66岁 将来会是67岁才有资格 那么如果你现在不到50岁 那么很有可能 以后政府还要延迟 这个退休年龄 以及领取养老救济金的年龄 或许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 就不是67岁可以领取了 而很有可能是70多岁 才有资格领取 因为现在的人均寿命 是越来越长 而且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 老年人的身体 也是越来越好 并且现在有更多的脑力劳动 其实年长的人 反而可以更好地 有经验地做这些工作 所以如果你想等到60多岁 领取政府养老金的话 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还是自己想想办法比较靠谱 毕竟靠山山党 靠人人跑 再说回来 这个政府养老救济金的主要目的 我刚才说了 它是让澳洲人的老年生活 不要因为钱花光了 而过得非常的悲惨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澳洲 养老主要靠的不是子女 而都是靠的自己 还有社会的福利 当然我在这里说的 政府会保障你 不会过得非常的悲惨 但这不代表你的老年生活 可以因为政府的养老救济金 而过得非常的体面和幸福 因为首先就是 这个政府的养老救济金 现在的领取门槛 是越来越高了 它不仅有收入的测试 还有资产的测试 当然了也少不了居住测试 首先你必须是澳洲的公民 或者永久居民 或者是庇护签证的持有人 然后你必须在澳洲 至少居住满十年 才有资格领取 并且在这十年期间 你要在澳洲住满五年 而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五年 是要你持续的 连续的在澳大利亚居住 比如如果你在澳洲待了两年 然后又去国内待了两年 然后又过来 这样断断续续的 一共累计在澳洲居住了五年 那么你还是没有资格领取 澳大利亚政府养老救济金的 当然还有很多特别的情况 在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 我在视频的最后的福利里面 会有提到 然后当你达到 领取养老金的资格的时候 政府会提前九个星期 给你写信 并且告诉你 应该怎么领取养老救济金 当然你有了领取资格 不代表你能领取 全额的养老救济金 因为它还需要看 你的收入和资产测试 假设你是单身 那么如果你每两周的收入 超过了180澳币的话 你就领取不到 全额的养老救济金了 你180块钱以上 你每多挣一块钱 政府就会少发你 五毛钱的养老救济金 同样假设你是夫妻俩 那么如果你们 每两周的收入 超过了320澳币的话 你们就领取不到 全额的养老金了 你超过320块钱的 每一块的收入 都会让你可以领到的 养老救济金减少五毛钱 除了这个收入测试 你还需要满足的是资产测试 假设你是单身 那么如果你有自住房 那么你自住房以外的资产 不能超过27万零500澳币 否则你就领取不到 全额的养老救济金了 如果你没有自住房 那么你的资产 如果超过了48万7千澳币 也领不到全额的养老救济金了 假设你是夫妻俩 想领取养老救济金的话 如果有自住房 你们的资产不能超过 40万零5000澳币 如果没有自住房 这个资产不能超过 621500澳币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澳洲 如果你想吃政府的 养老救济金福利的话 对我们华人来讲 其实还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真的要把自己考得很惨 你才有可能领取到 全额的养老救济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 澳洲政府对养老救济金 发放的压力 其实还是很大的 另一个就是因为 澳洲最主要的养老手段 还是要靠你自己所积累的 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资金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靠政府来养你 所以我们说澳洲养懒人 其实也不全对 因为真正勤快的人 何会为自己 以及家人将来做打算的这些人 他们才不会惦记 那一点可怜的养老救济金呢 但是假设我们非常的不幸 到了年老退休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资产 也没有什么收入 可以符合领取 全额养老救济金的条件 那么这个养老救济金 到底有多少呢 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你每两周可以领到 868澳币三毛钱 也就是一年 22,575澳币 如果你是夫妻俩的话 你们每周可以领取 1309澳币 也就是一年 34,034澳币 那么这些钱 够你在澳洲体面的生活吗 我们来看一下 澳洲养老基金协会 也就是ASFA给出的参考 在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就是依赖 政府养老救济金的生活 那么你的房子 如果出现了需要维修的地方 比如说屋顶漏了之类的 那么你是没有 额外的预算去维修的 你连经常去理发的预算 都没有 很可能大部分的时间 你都要自己给自己理发 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你都不敢怎么开暖气 因为用不起电 或者用不起气 那么到了夏天 你自然也用不起空调 平时出去就餐 可能也不要想了 老老实实的去超市买菜 回来自己做吧 可能最多就是 偶尔去吃一点 不太贵的外卖 或者去一些 当地的俱乐部 买一些特价餐 衣服也买不起质量太好的 10块20块澳币的T恤衫 你就凑合着穿吧 旅游也不要想了 基本上只能在家附近 转严转油 因为你很可能负担不起 在外面的住宿的钱 私人医疗保险也负担不起 如果那个时候 你有一些不是特别要命的 病痛的话 那你就得去公立医院 老老实实的排队吧 甚至你连私家汽车都别想了 因为你很可能 负担不起维修的钱 但是在澳洲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没有汽车 你真的是哪里都去不了 这张表格也附带了中等退休生活 和比较舒适的退休生活的 相应的生活标准 你可以暂停视频仔细地看看 这些生活标准 是否达到了你的预期 而当你想要达到中等 或者舒适的退休生活的话 那么你就肯定不能 依赖养老旧基金了 而必须依赖自己的财富积累 或者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资金了 根据澳洲养老基金协会的建议 如果你想要达到中等退休生活的话 单身人士需要每年28254澳币 夫妻俩需要每年40829澳币 如果你想要达到舒适的退休生活的话 单身人士则需要每年44412澳币 而夫妻俩则需要62828澳币 那么我们在这里以夫妻俩 想达到舒适的退休生活为例 假设你们在65岁退休 然后健健康康地活到了90岁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们有25年 每年都有6万多澳币的开销 而这个6万多澳币指的是现在的钱 将来因为通货膨胀等等原因 可能需要的数字是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那么即使我们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 这25年你的退休生活的开销 也会超过157万澳币 那这个算是25年 也就是我们活到90岁 而我们华人一般都比较注重养生 所以活过90岁 对我们来说 可能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 当我们超过90岁 可能是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身体机能 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降 需要去医院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养老金的话 就有可能像小品里说的 人生最悲惨的事情就是钱化光了 人还活着 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龄段 你都应该认真的去思考你将来的退休问题 因为如果你越早考虑 你将来的结果就有可能越好 不管你是以个人的名义去投资股票 还是去投资房地产 或者其他类型的资产 或者你是以公司信托 或者个人养老金的名义去投资 只要你是认真的去学习投资知识 好好的规划 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比大部分人更好的 更体面和舒适的退休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正在制作 一门澳洲的地产私教课 帮助想在澳洲买房的小伙伴 迅速的了解澳洲市场 获得我10年的买房经验总结 帮你规避掉很多投资的坑 并且告诉你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标准 选到合适的投资房 让你避免财富的损失 以及更快的累积到家庭财富 课程的链接就在视频的描述栏 如果你是在YouTube之外的平台 请到我相关的平台主页上找到二维码 另外在视频的最后 我送给大家一个超级的福利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澳洲个人养老金基础知识教程 以及澳洲养老旧基金的基本解释 让你更好地理解 个人养老金和政府养老金的区别 以及他们的一些基本规则 并且在这份教程里 我还附带了澳洲过去5年 表现最好的10个和最差的10个 个人养老基金投资信托 赶紧看看你的养老金计划 是否在这个列表上面 如果你的养老金 恰巧在这最差的10个里面 那么你的收益可能会比人家少一倍 所以这个时候 或许你需要的是立即做出一些改变 选择不同的养老金账户 因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改变 就可能让你退休的时候 比现在会多存下好几十万澳币 那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 政府养老旧基金 以及它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退休生活 那下一期我们来讲讲 个人养老金账户 好的 专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